那很多人在新加坡都是想要省钱存钱嘛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其实在 其实是可以省下一笔的哦 哈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I'm Rini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是在国外工作的朋友 还是你们是在国外留学 还是长期定居在海外的朋友呢 除了刚开始对环境的不适应一些文化上的差异以外 我相信大家都会碰到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 像是在不同的国家 我们都用着不同的货币嘛 我相信大家都会碰到同一个问题 就是在做国际转账 国际汇款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做国际转账的时候 到底可以这样子才做得到省钱 方便又安全的方法呢 今天这个影片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朋友 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大马女生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我在新加坡工作的大小事 还有我的个人心的想法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 先订阅我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叮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新上传的影片哦 那我本身自己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长期呢是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嘛 其实我和大家都一样 都会把每个月部分的收入呢 从新币呢转换成马币 一部分呢会当作是家用 然后其余的呢就会把它当作是 缴交马来西亚的一些费用 包括一些可能保险的费用啊 贷款啊等等的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来新加坡工作的原因之一 毕竟兑换率一比三嘛 但是这个兑换的过程呢 其实有很多种 而且也不算是很容易 起初呢我是会定期去换现金 就是到那一种money changer 换钱的那种店面上去换 像如果你是有去money changer换过钱的话 你就知道不同天不同时间 然后不同的店面他们的兑换率都不一样 所以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店面他们的money changer 就常常都排长龙 小数点后面那几位数的上下浮动 都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心情 当然money changer也是可以换其他的货币 只是说大多数居多的人都是在换马币 那时的我其实常常会回家 几乎每个月会回家一次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换了部分的新币到马币 然后带现金回家 这样子其实是ok的 可是唯一让我最担心的是我是带现金回家 所以有时候如果带带太大笔数目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毕竟这样子带着那么多的现金 其实还蛮提心吊胆的 那加上现在近期呢 其实我回家次数没有像以前这样平靡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定期每个月呢 带现金回家 所以我就开始让我新加坡的银行户口呢 汇款到我马来西亚的个人户口 这样子我就不需要去担心安全上的问题 可是呢银行的兑换率呢 其实没有比money changer来得高 而且加上他的每一次的手续费也不少 意思就是说你汇款的数量越多 你亏的越多 那最近呢我的朋友就推荐我一个 国际汇款的神器 叫做Transferwise 直接把我以上那些烦恼呢都解决了 Transferwise专门用于全球不同国家 银行转账的平台 可以在全球不同国家 开设银行账号 并且可以用这一个平台呢 进行国际汇款 而且这个平台呢也支持 至少超过50多个货币 包括了美金、欧元、英镑、新币、马币、港币、 泰铢等等等等的货币 重点是他没有额外的费用 转账手续费特别的低 大概介于0.5%到1% 跟银行相较起来真的是很低很低 重点呢首次转账的手续费是免费的哦 所以到底Transferwise是怎样子运作的呢 比如说今天我想要把我的新币 转去我的马来西亚个人银行户口的话 Transferwise就会把我的新币 存入Transferwise的新币的账户里面 然后呢再把他的Transferwise的马币的户口的钱 发送马币到我的马来西亚的户口 这样子呢其实就可以防止我做一个 非常昂贵的国际转换 国际汇款 基本上已经帮我减少了很多很多其余的费用 那我觉得Transferwise的好处其实有非常多 第一就是他的转账手续费非常的低 加上第一次转账的手续费是免费的 而且使用方法非常方便 他既有手机APP版也有电脑版 而且Transferwise也是有一张debit card 可以让你零负担的在全世界进行无限金的交易哦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这样好的东西是不是不合法的 还是到底是一个scan呢 完完全全可以放心 因为这个是受政府认可的平台 完完全全安全 所以大家可以安全使用 到底要如何注册一个Transferwise的账户呢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你有脸书或者是你的Google 用这其中一个的账户就可以进行这个注册了 那为了要符合反洗选这个法规呢 Transferwise其实有进行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验证 必须提供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包括你的身份证的证明 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国际护照 以及要有地址上的证明 可以用你的一些账单的一些地址来做这个证明 只要审核通过了 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做你的国际汇款了哦 那身为一个Transferwise的使用者呢 我其实已经用这个Transferwise来做国际汇款 进行也蛮多次了 它的debit card我也使用蛮多次了 这个双眼皮埋线呢 我也是用它的debit card刷卡的 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而且加上它的那一张debit card的颜色 非常的特别 是那种荧光绿 所以结上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 没有看过这一张卡 觉得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这一个Transferwise呢 其实非常适合常常做国际转账的人 像我的话其实我就省下了很多不必要的费用 我直接就把Transferwise里面的钱呢 直接会款到我的马来西亚的银行户口 如果你是常常做银行国际转账的话 这个Transferwise特别适合大家 因为它可以让你省下很多不必要的手续费用 那很多人在新加坡都是想要省钱存钱嘛 可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没有想过 其实在做兑换货币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省下一笔的哦 那这个影片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要讨论交流的 都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交流 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拜拜